很多 因为你会发现资料里面还提供给你 像甚至从 SS 这边也会有一个资料库 不过我之前 最早还是会是最早的想法之后 我干脆把这些资料先丢到资料库再绕回来 感觉绕一圈算了 还是用内部的功能是最好用的 那内部的功能另外还有个好处 我觉得 Essio里面再怎么样 他这个录制聚集还真的是非常好用 因为很多程式不会写没关系 录一下就有了 对不对 你就把那一段然后 就是你不会的那个部分 比如说筛选这个功能怎么用你不会 没关系你先跑一下 Round一下 录一下你就会了 像那个 枢纽分析表也是一样 你不会没关系录一下 但是 有的人录完之后 他就是少了一点点地方 他就是过不去 所以我发现还是VVA功力要够好 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再去把聚集里面 产生的东西做适当的修改 像你会发现我改好像很多地方 我如果没讲的话你应该也不会知道 对不对 然后他改完之后 其实他应该已经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而且很多地方还可以再更精简 比如说刚刚有讲四行可以变成一行 有没有像刚刚那个我们开发人员里面这一行 有没有复制这个 你当然也可以用Ctrl-Ship 游标放A1一行 Ctrl-Ship向右一行 向下右一行 Copy右一行 那你其实可以用这一行就可以取代刚刚那四行 不过如果你实在是系不起这一行 那没关系那四行也可以 只是说城市看起来就是觉得城市就是多了一点 我的习惯是城市尽量越少越好 那逻辑越简单越好 为什么因为你城市越少你好维护 那你逻辑越简单 你将来也比较不会出错 不会有bug 因为反正这都是很简单的逻辑 怎么跑都不可能会出 比较不容易出错啦 那即便出错你也可以很快找到问题点 不然的话你写的太复杂 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那就很麻烦了 甚至有时候光找个问题点 可能找一整天都找不到问题 OK 那就麻烦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希望 假如我希望目前是批次筛选业务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批次筛选产业别的话 当然方法 你会想说那当然也是一样 复制贴一个来改 对不对 那改的话特别注意 不过你会想说 如果每一次每一次很多人都这样改 那里面很多个长得很像的东西 那何不把它变成共用程序 上个礼拜也讲过 那只是说 共用程序毕竟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有点困难 因为你要找到什么呢 它不一样的地方 以后用传递引述的方式去变更它 这个地方的话是比较难一点的 但未来我建议如果你功力还不够的话 你就还是都负自己的没关系 除非你已经功力够了 不然的话有时候反而你可能会改很久 但我会跟各位讲一些最重要的 这个地方哪些地方会是不一样的点 首先第一个呢 你会发现 第一个点应该是跟上个礼拜差不多的 就应该是A栏 这个有没有 特别注意我们资料来源是A栏 可是这个是从清单里面的A栏 那未来如果是产业别的话呢 那它应该是B栏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我们将来要改的话 那第一个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它是A还是B还是C还是D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要查的是哪一栏 那查的是哪一栏的话呢 我们上一周讲过了 城市里面的Friot 这边的是哪一个栏 哪一个栏数 还是栏我忘记 给一个名称 栏位 栏数 反正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之前同学跟我讲说 叫栏位好像也会搞不清楚 叫栏数也可以 反正那个就是地其栏 叫栏数也可以 好像感觉比较 之前有同学有建议 是不是用栏数 好像会比较容易理解 OK 那所以要怎么改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两个地方不一样 那两个地方怎么做修改 一可以把批示筛选业务 先业务拿掉 二的话我们要传递引数 那有两个引数 第一个引数是清 叫清单 因为这个名称不好取 我叫清单 清单的什么 清单的栏名也可以 反正这个名称的话 可以自己取 比如说清单是哪一栏 清单的栏名 这样OK 好像之前有同意说 老师你要叫清单 我confuse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好没关系 你就取一个你记得的 但你变数名称也不要取 引数名称也不要取太长 不要取一场 什么清单栏位名称的什么串 那这样 然后应该给什么 给的是s string 所以你就给一个string 字串 上礼拜讲过 这个s什么东西 你可以不用加 没关系 但是我习惯上 因为a栏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将来 会需要变更这个 跟这个 所以他过来的话 要必须改这两个 再来就是改这个栏数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第二个的话 我就叫栏 本来叫栏位 我叫栏数 不然同学好像也会 搞不清楚这什么 栏数 然后s 但是他是需要 没有双银号 所以integer integer我上次有没有讲过 他就是一个整数 一个整数 没有小数点 OK 那当然后面这个是也可以加也可不加 只是说为了辨识 让将来你自己存取 传什么东西也比较清楚 接下来的话 你就把这个改成这个 所以这样按复制把它贴过来好了 比较保险 有时候贴的比你重打 比较保险 这个地方也要改 因为他向下追踪的话 如果一直追踪到第一栏 那永远都是只有好像到7 有没有6个人 可是产业别或其他的 他追踪的话呢 当然产业别OK 产品OK 但是这个就不OK了 所以叫个别 控制向下 所以也就是如果是A栏 那就A2向下追踪 就是B2向下追踪 所以 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 把这个哦 delete 了掉 然后前面的话呢 串什么呢 清单栏名好了 OK 清单栏名 通一格 end 通一格 这样的话 如果他传一个A过来 那就A 串一个2 那就变A2了 这可能要慢慢习惯 就是自串的串接 我发现这部分同学好像比较容易有障碍 没办法 因为如果你这一关可以过的话 我觉得以后 你写程式就会很顺了 尤其在VBA里面 OK 那不只是VBA 以后你Python一样 都是这种串来串去的 然后资料形态你要搞清楚 多半就是说自串一定前后串以后 那还有就是整数 整数就是没有小数点的 另外就是一个有小数点的 顶多就是在就是一个日期时间吧 大概就是常用大概就是这四种 这个形态 如果这些形态都会的话 无论你是写哪一种程式 都是一样的解决方法 OK 那我们已经做完了 这边这个把它改成栏数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改完了 所以基本上把批示筛选 业务改成就是用传递引数的 然后我大概就是改了这个 比较困难可能这个要注意一下 传A1的话就变A2 那这边的话就是在如果传一个A 因为它是S3嘛 所以它一定就是前后会有帮你加双以后 那这边传过来是A 然后串一串的话 串过去变A2了 OK 所以你大概慢慢要习惯这种串法 其实我刚开始真的写成 但是我也吃很多苦头 我也是搞不清楚 不过因为可能经历过 可能超过几百次的错误 几百次的失败之后 终于慢慢就爬起来了 因为就是 所以你说会很顺的那种 其实真的 没有人说一下子就马上 程式都写得吓吓叫 你背后都不知道说 经过多少次的失败 当然我们上课的时候 不可能说一直失败给你看吧 老师你怎么一直写不出来 干脆 对不对 一定要写对的吧 OK 那但是就是要练习啦 就是反复 可能我们台上 台上可能三分钟吧 台下真的是十年功啦 真的有时候其实 也也没有办法 一定要累积啊 只是说你们一样啦 只是说没办法马上 但是我们尽量是给各位一个 一个稍微至少不要错误的那个吧 比较好的一条路啦 不要一直跌跌撞撞 经常在那边好错 然后把最重要的部分抓出来 好 改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最后关头来了 关键来了 那再来就是我要再增加一个 所谓的批次筛选 那个业务嘛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改一下 批次筛选业务 所以后面就再加一个业务 然后后刮符一定要Enter 其实他其实也不用插入程序 其实有时候这样Enter一下 他自动就出来了 道理差不多 然后再什么 call 批次筛选 所以我先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call 打一个call call 批次筛选 刮符 然后清单的话就是A欄 OK 因为我的在清单里面A欄 然后 然后在总表里面的第三栏 OK 好 那这样的话 那如果我要run他的话 我可以设个中断点 因为我不确定是否正确 所以 再来就是游标放这里 执行一下 F8 然后过来 这个东西 他是不是传了一个A 对 3 没错 OK 然后就帮我带过来 基本上如果没有错的话 你看看 有没有 你把它选起来 他就变A2了 这个也是一种了解变数里面内容的方法 选起来 那这边又要放过来A 然后这边蓝数是3 所以基本上看起来应该是没错 然后copy 帮我 不过他这边好像会有个问题 我好像刚刚忘了把它删掉 所以这边的话先把它停止一下 不然的话他产生这个新的把它停一下 然后这边先删掉一下 所以 可能刚刚应该要先呼叫那个 这个可能筛选嘛 我先把筛选改回来 基本上的话应该这样都OK 把这个旧的先删掉 P4删除 其实应该这个好像上面应该也要call一下 我刚好把它拿掉 好 那再来的话我就直接执行 执行什么 特别主要应该执行这一个才对 这个就直接run一下 应该没错了 没问题 那最重要是什么呢 批次筛选 再来就是什么 产业别 产业别 所以这边的话 把产业别改一下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他的在 栏名是B栏 然后总表查的是第4栏 OK 那试一下 那最好是在这个开头地方 应该要先呼叫一下 批次筛选 批次删除好了 这边其实 其实在VBA里面他可以有call 其实你不打call也可以 哪种方法都可以 不过我的习惯是有call 好 就呼叫一下 把那个产业别做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金融业没有 没错 金融业全部 OK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针对 我要的部分 在后面可能筛选 可能是那个产品跟客户名称 就完成 试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是把那个批次筛选业务 拿来做修改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